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摇摇船的评价 可以说是好坏汉半吧 有人说电影很好 也有人说跑来跑去到底在干什么 打怪吗 但是陈凯哥确实还原了当代盛世的繁华 在很多手法和拍摄上 都是现在很多导演做不到的 为了一部剧建了一座城 只有陈凯哥才能这样敢做吧 周迅主演的《你好》 知华也在名单之列 虽然这部电影还没有上映 但是就应请了好多人的注意 编剧和导演是日本的严谨俊二 陈可欣监制 周迅主演的 其实光看出来的宣传海报 就可以知道是一部很文艺的片子 不管是制作团队还是演员 这二个的都是一部值得等待的电影 像《红海行动》 《鞋位压整》 无论西东等剧能够入选 大家都不是很惊讶的事情 毕竟口碑还是很好的 在影响力上也都是很大的 这样的电影大家还是希望多出一点 把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提上去 才是真正的事情 杨幂的新作《宝贝儿》在十月份也会上映 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 不仅有杨幂还有郭晶飞等人的加持 谢谢大家